各位同学,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解读 审计业务约定条款变更应考虑的问题 那对于这一点呢,考试的时候容易考客观题 特别是三选题,同学们一定要掌握 它是两颗新的必备必紧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审计业务约定条款变更呢 这里注意啊,是业务约定条款 它是指我们已经承接的审计业务 变更为审计业务或者相关的服务业务 那我们在以前就给大家讲过 我们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范围 分为见证服务和相关服务,对吧 那我们的见证服务,像审计 它提供的保证程度是比较高的 它是合理保证 而我们经常喜欢用数字90%到100%之间来进行表达 而我们审计呢,它也提供保证 但是它的保证水平比较低 我们用数字百分之五六十来表达 相关服务呢 注意相关服务它压根不提供任何的保证 如果说现在我们承接了假公司的审计务 结果没过多长时间 它跟我们说,要不然我们把审计变更成审月 或者是变更成财务咨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好,我们这个解读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注意是从审计这种保证程度比较高的 变更成保证程度低的 甚至没有任何保证的 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 那么对于我们审计业务 约定条款变更 我们应该如何决策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思路 这个思路就是假如说它没有合理的理由 那我们就不能同意变更业务 下面呢,我们通过这张图来理解一下 我们拿到对方给我们提出 我现在要变更一下 我们的业务,原来是审计 我弄错了,我想把它变更成财务咨询 财务顾问服务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来判断 它的原因是否合理 如果它的原因是合理的 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变更 那如果原因是不合理的话 不同意变更 不同意变更的情况之下 对方又说,那算了算了,这个业务我不做了 不允许继续执行审计业务的话 我们一般考虑解约 我们就解除业务约定 另外也要考虑一下我们有没有相关的报告业务 如像证监会啊 或者相关的一些管理部门报告 好,这就是它的一个决策的思路 下面呢,我们来通过文字的形式再看一下 如果是因为环境的变化 对审计的服务的需求产生了影响 那这种是合理的理由吗 它是合理的理由 什么叫环境的变化呢 假如说我们假公司 它本来是一家打算上市的公司 然后请我们去做这个IPO的审计 这种情况下签的我们的审计有约定数 结果呢,它的这个运气太不好了 打算要IPO的时候呢,赶上了疫情 而且这个疫情一弄三年 从20年一直弄到现在了,对吧 他们的业务呢,特别受影响 几乎是断崖式的下跌 哎呀,这个老板啊,就感觉 哎呀,我的运气怎么这么倍啊 原来我还准备要上市呢 看现在这个业绩怎么上得了市呀 那算了,要不然我就先不上市了 我也不做这个IPO的审计了 好,这就是典型的环境变化 导致它的需求发生了变化 那这个原因是非常合理的原因 我们就可以同意变更 好,这是第一个合理的原因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合理的原因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对原来要求的审计有的性质存在误解 这什么意思啊,怎么存在误解啊 因为毕竟像很多人 他并不是财务的专业人士 也不是我们审计的专业人士 他原来以为请我们过去做审计呢 就是给他们提提意见 哪个地方做的不对指导指导 对他们的规章制度呢 给他梳理梳理 这是什么 这其实是财务顾问服,对不对 他原来以为审计是这样的 结果没想到我们要按照审计准则 相关的规定 一一执行程序 我们执行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发现和他原来预想的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提出我要变更 那这也是合理的理由 我们是否可以同意呢 这是可以同意的 注意,这两种是合理的理由 除了这两种以外 其他都不行了 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三 如果他的审计范围受到了限制 无论是管理层 是加的 还是其他情况引起的 那我们都不同意变更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合理的理由 如果 那我们李小白 带着我们的项目团队的成员 进入假公司 审计了半个月了 发现呢 他一个重要的子公司 没办法审计 因为各种一样的原因 我们没办法审计 没办法审计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说这样的话 可能会影响我们审计一类型 那对方就说 那算了算了 我们就不审了 要不然改成审计 或者改成财务顾问服务 你看 这就是典型的受到了限制 而且 不管这种限制 是来自主观的 还是来自客观的 只要受限 那对不起 这不是合理的理由 不应同意变更 不能把我们审计变更成审计 或者是什么财务顾问服务 一般来说是解约 要考虑 像治理层所有者 或者监管机构报告 看有没有这样的报告的意义 好 这里要注意一下 我们第一第二项 就是环境的变化 还有存在误解 我们是可以变更的 但是我们审计范围受限 是不可以变更的 因为我们审计范围受限 会影响我们一件类型 要么是保留意见 假如受限范围比较小 就一点点 那是保留意见 而如果受限范围很大 那就是无法表示意见了 那毕竟是带有一点瑕疵的 意见类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对方害怕他拿到的审计报告 一件类型受到影响 他就要求把审计变更成省月 或者是相关服务 这种情形 我们是不得同意它变更的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决策的思路 以及详细的说明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点 变更为审计业务 或相关服务的要求 假如说 我们现在的被审计单位 也有假公司 它因为环境的变化 第一种情形 或者是 它对我们审计有个性质 存在误解 这种合理的原因 那导致它想变更 这时候呢 它是合理的理由 我们是可以统一变更的 而满足了这个前提条件 我们变更以后 后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下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如果我们从审计变成了审月 也就是原来是 90%以上的保证程度 变成了五六十的 那我们能不能在 我们审计报当提及 我原来做过审计业务的 然后我原来做过哪些程序 能不能提呢 注意啊 不应提及 一定一定不要提 为什么呀 为了避免 报告的使用者 会产生一些误解 我举个例子啊 你看我们的审计 是90%以上的保证程度 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讲过 审计是合理保证 因为合理保证要求高嘛 所以做的程序多 对吧 我们要做七大程序 然后拿到的证据又多 而我们审计呢 一般只做两大程序 就是询问分析 问问看 然后拿着报表 拿速度分析分析就可以了 为啥 因为审计的保证程度低啊 只有5-60%呀 对不对 如果你在审计的报告当中提及 你原来审计做过的一些程序 什么检查了 什么寒症了 什么重新执行了 那这样的话 会让一些懂专业的 报告使用者 心里就会产生疑惑 这个不是审计吗 他为什么会做这么多 高标准严要求的程序呢 难道他在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 由审计变成了审计吗 这家单位是不是还有一些潜在的雷 没告诉我们呀 这时候 很可能 报告的使用者会多想 会不停的联想 为了避免我们的这些使用者 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 增加他们思考的负担 所以呢 我们的准则明确规定 在这种情况之下 千万不要去提及 不要让别人误会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种情况 如果我们的审计变更成 没有任何保证的服务 也就是相关服务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分两种情形 第一个就是商定程序 第二是其他 那商定程序呢 是可以提及的 我用了哪些审计的程序 但是其他的一定 一定不要提及 原因是什么呢 和我们刚才的审阅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除了商定程序呢 它是可以提及的 其他的变更都不得提及 那我们在记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商定程序记住 它可以提 其他都不得提 这点呢 很爱考客观题 下面呢 就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商定程序呀 这块内容是给大家补充的 不是我们教材有的 是为了便宜大家理解的 因为每年都有不少的学员 反来复去的 在打一板上 老师 为什么商定程序就可以提呀 那其他的为什么就不能提呀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什么叫商定程序呢 是对财务信息执行 商定程序 它是指注册会计师 对特定的 注意它是特定的 财务数据 单一的财务报表 或整套的财务报表 等财务信息执行 或特定主行 商定的具体的审计程序 并就执行的 审计程序 及结果 出去报告 商定程序 商定程序 我们用字面的意思 就可以理解 就是咱俩来商量着 确定做什么程序呢 我们俩有商有量 也就是我们会计事务所 和这个单位 假公司 咱俩要商量 然后来确定 到底怎么做呢 哎 还有这么好的事啊 注意这是服务 这就是要满足 对方的需求吗 和我们审计不一样呀 我们的审计 要严格按照 审计准则的规定来 你该做的程序 必须要做到位 如果不做到位的话 后期有可能要追责 要拍板子的 但商定程序不需要 它本身就是服务 然后执行 商定程序业务 仅报告 执行的商定程序 及其结果 并不提出 见证结论 只要注意 为什么呀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复习一下 咱们第一章 讲过的内容 你看我们 注册会计师的 业务范围 分为我们的 见证业务和相关服 我们的商定程序 属于相关服 注意它不提供 任何的保证 而见证业务 它提供保证 只不过保证水平 又高又低 对吧 所以这里对应上了 它并不提出 见证结论 因为它是服务 报告使用者 自行对注册会计师 执行的 商定程序及其结果 做出评价 我就是把我的程序 全部一个一做完了 把这节目告诉你 那至于 看能得出什么结论 你看着办 好 这就是商定程序 然后你看 并根据注册会计师工作 得出自己的结论 咱们注册会计师 不下结论 我只是告诉你 我做了哪些程序 我有什么结果 那这个结论你自己下 好 这就是咱们的商定程序 这里特别注意 执行商定程序 它不提供保证 不等于我们审计 也不等于公证 为了辨议大家理解呢 再给大家 补充一个案例 那普怀永道 为青春有你二 执行商定程序 相信很多同学 听到这么一个题目 眼睛又得很大了 什么 普怀永道 咱们四代 为青春有你 这样的综艺节目 执行商定程序 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在4月9日第9期 青春有你二周 蔡徐坤宣布 第一次的排名前 提及本次线上助力 注意线上助力 就是她的粉丝 为她助力啊 由全球知名 会计事务所 普怀永道 作为独立的第三方 专业机构 执行商定程序 就是监票 就是监督那些票数 这是我们蔡徐坤 专门提及了 那个线上助力 是由专业的机构 来监票的 其他意思就是 这个票数是真实的 是准确的 是有效的 这个意思 同学们一听完 觉得 哇 我们高大上的 四大 还能为我们 读义 读书这样的贡献 是这样的 其实啊 监票这一块 历史是由来已久了 那普怀永道 还负责奥斯卡 你看这个小金人 相信很多同学 都很熟悉吧 还负责奥斯卡的机票 以及CCTV 体坛奋云人物 以及香港小姐 看美丽的香港小姐 竞选的机票工作 也都是我们普怀永道 负责的 这都是什么 这是一种商定程序 然后爱美奖 金球奖是安永负责的 格莱美呢 是德勤负责的 看了吗 这个就是咱们的商定程序 这种商定程序 不提供任何的保证 那具体这个程序怎么来 由我们普怀永道 和我们的主办方 来一起谈论 看哪个环节 是薄弱的环节 容易出风险 容易出问题 然后我们普怀永道 设计方案 来进行应对 这就是咱们的商定程序 所以 注意记住这个结论 神迹变更成 相关服务的时候 商定程序 是可以提及的 因为我们不出 见证结论 这个报告 只给相关的机会 看看的 对吧 那最终的结论 是他自己出的 然后其他的审计和 我们审计变更 相关服务的 其他一些股 对不起 不能提及 这个表格一定要记住 容易考课 关题 好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玩 文字游戏 一错一魂 精准变析 那我们今天要变析的是什么呢 注意 我们把审计有约定条款的修改 和审计有约定条款的变更 两个做一下对比 一个是修改 一个是变更 看四面商的意思 感觉挺像的 有点像姊妹 是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问题的时候 首先要去抓根本的问题 一针见血 来看他们本质 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业务约定条款的修改 在连续审计的情况之下 它仍然未审计 也就是说性质没有发生改变 它仍然是保证程度比较高的审计 而我们业务约定条款的变更不是 它是由我们审计有变更成 非审计有任务审计 任务相关服务 像执行商店程序之类的 所以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是变更 两者是有区别的 不要弄错了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关的条件 我们业务约定条款的修改呢 它是发生变化等情况之下呢 一共有八种情形是可以修改的 那我给大家给了一个小小的口诀 叫做特别误解大变动 也就是我们有些误解 有些变动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可以修改它 而我们的业务约定条款的变更呢 它的前提是 我们要判断它的原因是否合理 合理的原因有两种 一个是环境变化了 第二是误解 注意这里也有误解啊 两个都有误解啊 两者是有相同点的 所以很容易弄错 给大家提醒一下 然后如果是受限制 无论是左官的限制 还是客官的限制 对不起不能变更 要么就解约 嗯不要想变更 好这是我们的条件不同 接下来注意事项 我们业务约定条款修改当中 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但是业务约定条款的变更 是有注意事项的 我们能不能提及 以前执行的审计程序啊 注意由我们的审计变更成 执行商定程序可以提及 其他都不得提及 好这是我们的修改 和变更之间的一些区别 大家注意对笔记 不要弄错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咬文嚼字 入目三分 为什么存在限制 是不同意变更 是已经有约定条款 而环境变化和误解 就同意变更 也有约定条款 这里要注意 误解和环境的变化 这都是合理的原因 对吧 的确是存在这样的原因 那我们可以同意变更 但是存在限制的时候 它是会直接影响我们意见类型的 如果限制的范围比较大 那么是无法表示意见 如果限制范围比较小 是保密件 总之 它的意见类型出现了瑕疵 在意见类型会出现瑕疵的情况之下 对方提出要变更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同意了变更 是对报表的使用者 是不负责的 所以我们不应同意 更改我们审计 业务约定条款 那接着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连续审计时 哪些情况可以变更 业务约定条款 如何快速的计 主要两点 一个是误解 另外全是变化 只要是变化了 那么我们都是可以修改的 入误解了 也是可以修改的 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到题目 2014年的真题 在注册快警师 完成审计业务前 被审计单位提出 将审计业务变更为 保存程度较低的业务 下列各种变更理由中 注册快警师 通常认为合理的有 我们来看哪个合理 环境变化 对审计服务的需求 产生了影响 这个是合理的吗 我们前面说过哈 因为疫情的影响 导致它不想上市了 那么这是合理的原因 B 对原来要求的审计 有限制存在误解 这也是合理的原因 管理则对审计范围 施加限制 注意限制不是合理原因 D 由于操出被审计单位 控制者的情形 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一定记住 限制不是合理原因 无论这个限制是 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都不适合理原因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的 就是A和B 这道题整体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这个知识点呢 学完了 本章一共是十个知识点 我们已经完成了三个 完成进度是30%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回顾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计划审计工作 在这里要注意一点 计划审计工作 它不是只在我们的初期 也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做 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是一个滚动的过程 不断的根据情况来进行调整 这样来保证我们的圆满的 达成我们的审计目标 完成我们的审计工作 好 内容呢 有三块 一个是初步业务活动 一个是总体策略 一个是具体计划 接着呢 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点 初步业务活动 这块是两颗星的 那初步业务活动的目的和内容呢 要记一下 这块很容易靠客观题 首先我们来看目的 目的是什么呢 你诚信吗 看对方 我独立 我有能力吗 看我自己 然后我们有误解吗 我们两个双方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误解 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好 这是目的 那为了能够达成这个目的 我们要做相应的一些事项 那这就是内容当中包含的 首先第一个要做指管 有质量管理程序 我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诚信的 你要看看我自己有没有能力 然后接着是看到德 这块主要是看我自己是否独立 最后打一致 打一致就是 我们如果没有误解的话 我们就业务约定 业务约定书达成一致 好 这是我们初步业务活动的目的和内容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 审计的前提条件 那我们审计前提条件呢 一共有两大点 第一个是我们的基础 第二个是责任 那基础这一块要求基础要对 第二个要求可获取 对于我们的这个基础 这块还有详细一些说明的内容 偶尔会靠读选题 然后接着是责任 责任这一块呢 那有三项内容 三项内容稍微要记下 第一个管理层 它有编报表 第二个是它要做好内控 内控好 第三个它要给我们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这就是编报表 内控好工作条件 很必要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确认的形式 那要求它要给我们提供书面声明 它要承担这个责任 好 这种情形我们就承接用 如果它不提供的话 我们就不承接用 咱们就退出这场游戏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审计有约定书 审计有约定书呢 这是一星级的知识点 这个定义呢 指的就是一份协议 一份合同 基本的要求呢 是一定要签 也有约定书 但是我们在教材 没有明确规定 必须是书面的啊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要和我们第十四章内容 要做一个提前的铺垫 因为我们第十四章 来沟通内容这一块 会涉及到 第三 基本的内容 基本内容 这里注意 我们审计有约定书 基本内容呢 有以下几点 目标范围 双方的责任 也就是咱们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还有管理层的责任 以及我们这个财务报表 它的编制基础 一定要指出来 用的是企业会计准则 小企业会计准则 还是政府会计制度 一定要指出来 以及我们的审计报告的预期形式和内容 这里要特别注意 我们只有审计报告预期形式和内容 没有我们预期的时间 我估计3月5号出报告 还是2月28号出报告 注意没有这一点 基本内容当中不含时间 这块考过客观题要注意一下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殊的考虑 特殊考虑的有以下四点 第一个是特殊的需要 这也有17点 这块内容 偶尔考一次客观题 考评不高 考前的时候扫几眼就行 万一low上一分 那万一能low上一分就low一分 平时不用过多关注 接着是 组成部分 假如说 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 审计客户呢 是这样一种情形 既我们既审计集团 又审计它的组成部分 我们是否需要递交 我们的业务约定书呢 要考虑五个因素 这块有一个 基本的结论 结论是什么呢 对于这种组成部分 到底要不要单独 递送业务约定书 不能直接下结论 是必须递送 或者压根不需要递送 而是要把这五大因素 都考虑完之后 再下结论 好 这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容易考这种绝对化的一种说法 要么就是必须递送 要么就是压根不用递送 那都太绝对了 接下来是连续审计 连续审计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修改 我们的预定条款呢 如果存在误解 或者出现了这种大的变动 或者特别的变动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可以修改 好 这是连续审计 接着是我们审计变更 有约定条款 一个是修改 一个是变更 所谓的变更是从审计 变更成审月 或者是相关服务 而修改呢 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连续审计的时候 我把其中某些条款稍微改一下 那么对于变更呢 我们这个思路要清晰 我们首先要看 它的原因是否合理 如果是合理的 我们可以同意变更 如果是不合理的 对不起是不同意的 那么合理的是物解和环境变化 不合理是受限制 所以在这里的关键词就是受限 这里的是物解和环境的变化 好 那接下来是 假如说 它的原因是合理的 是物解和环境发生了变化 那变更以后呢 是否可以提及呢 注意 只有我们的商定程序可以提及 其他的一律不得提及 如我们从审计变更成审月 或者由审计变更成财务顾问服务 都是不得提及的 但由审计变更成商定程序 是可以提及的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内容 给大家复习完了 接着呢 我们进入第二节 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的审计计划 那我们审计计划呢 其实是包括两块的 一个是总体的策略 一个是具体的计划 这里要注意一点 虽然说制定总体的策略的过程 通常是在咱们具体计划之前 因为一个是总体嘛 就有点像大纲 一个是具体的计划 就像具体的内容一样的 那大纲肯定是在前面了 对吧 但是两项计划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 它们俩之间不是完全脱节的 而是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的 什么联系呢 就是我们总体的策略 会知道具体计划的制定 我毕竟是总体的 我是大纲呀 我就知道你了 好 这是第一点 但是要注意 对其中一项的决定 可能会影响 甚至改变对另一项的决定 虽然说我们的总体策略 它指导具体计划的制定 但是反过来 具体计划以后 影响咱们的总体策略 它们是互相影响的 举个例子 你看我们的大纲 一共有15张 然后15张当中有多少小节 对吧 这是大纲 而我们现在呢 具体的内容当中 一旦发生了变化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跟着把大纲修改一下呀 对吗 所以虽然说大纲是指导我们具体的内容 但是具体内容一旦发生变化 一定也会影响大纲 所以它俩是互相影响的 这个观点一定一定要记下来 看哦 我标了两颗新的必备必急 这个观点非常爱靠客观题 好 下面我们冲过一张图 再给大家强化一下 你看我们的计划有两类 一个是总体的策略 一个是具体的计划 它俩的箭头看到了吗 是双向的 你影响我 我影响你 那绝对不是单向的 互相影响的 当然总体策略知道具体计划的制定 那我们的总体策略包括什么呢 它包括内容有范围方向目标和资源 哎 这是它的内容 我自己想 它有什么作用呢 注意它是一个总的行动的纲领 大纲 它指导具体计划的制定 那这是我们的总体策略 总体策略看完了 我们接着来看具体的计划 具体的计划它有起到什么作用呢 它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首先它是确定具体程序的性质 时间和范围 具体计划呢 它相对来说就比较落地了 那我们大纲是大方向的 而是方向性的 是一种纲领 而我们的具体计划 叫直接接地气 叫脚踏实地的 要讲一步一步怎么做了 那我们具体如何来实施审计程序 我在做审计程序的时候 我选什么审计程序呢 这就指的是性质 我什么时间做呢 是期中做还是期末做 这就是时间 那我做多少呢 做50个还是做30个 这就是范围 看到吗 我们的具体计划就特别的落地 特别的接地气 就要讲具体怎么做的问题 当然这里面核心核心是程序 也就是我们的审计程序 那具体的内容有分线 评估程序 有进一步审计程序 和其他程序 从这里就会看到 我们具体的计划 离不开审计程序 另外还要注意点 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 来不断修正这个计划 有总体策略和具体计划 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要觉得 我们要坚持这个计划 一百年不变 一百年不动摇 那错了 一定是根据 我们现在碰到的实际的情况 实际的问题 实际的困难 实时的进行调整 好 咱们刚才呢 通过图的形式 给大家大概过一遍 下面呢 我们来详细看文字内容 首先 第一块 总体的审计策略 那总体的审计策略 是用于确定审计的范围 我审什么 然后时间安排 大概什么时间段 是1月1号到3月1号 以及整体的一个方向 并指导制定具体的审计计划 这里又强调了 总体策略 指导具体计划的制定 在进驻客户时 项目组应召开会议 审计项目经理 会对整个审计工作经部署 其中包括总体的审计策略 那一般来说 看我们的合伙人 前期跟被审计单位委托方 进行一个沟通和接洽 然后呢 我们签了业务约定书 接下来的就是 我们的项目经理 或者项目的负责人 就要对我们被审单位 一些基础的信息 基础的数据 进行一些调研 了解 然后开始编制 我们的审计计划 审计划全编好了之后呢 这时候一般会 开我们项目组的工作会议 然后对我们整体的工作 进行部署 把计划呢 给大家宣读一下 什么时间节点 应该完成什么 由谁去完成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 我们的内容 内容这一块呢 大家需要熟悉一下 有的时候会考 多选题 那注册款 你是应当考虑一下 主要的事项 这个主要的事项呢 大家有空可以看看教材 不过这块呢 考评不是很高 以下的这四方面 这个大的名词 你要记一下 其他内容呢 考评不高 你考前的时候 阅读阅读就可以 那我们来看 哪四方面 这四方面的名词 你要记住啊 第一是审计的范围 我审什么 然后审计的报告的目标 时间安排 以及所需沟通的性质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大概的时间安排是什么 我怎么沟通 沟通一些性质 接着是我们审计的方向 这个方向当中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必须记住了 也是我们考试的是非常爱考的 在我们总体策略阶段 要确定适当的重要性水平 一定是在总体策略阶段来确定的 不是放在我们具体的计划啊 第四是审计的资源 我需要哪些人员 人力物力财力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第四块 那么这四方面需要记一下范围 目标 时间安排 沟通 方向 以及我们的资源 接着呢 我们要给大家把这个审计方向 稍微解读一下 因为这块内容是同学们 同时考试的时候 又特别爱考这个重要性水平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说一下 那总体策略的制定 应当包括考虑影响审计有的重要因素 以确定项目组的工作方向 包括确定 适当的重要性水平 这个重要性水平啊 它其实是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手上拿的一把尺子 我们来衡量被审计单位到底有多少错报 那怎么算错呢 10万以上算错 还是8万以上算错 还是100万以上才算错呢 我们必须要有个标准 所以说我们在总体策略阶段 要把这个标准制定出来 有了这个标准之后 我们项目组的成员 后期才好开展审计工作 否则它没办法开展 因此一定要在总体策略阶段 把这个指定出来 我们后面就会详细给大家解读我们的重要性哈 那初步识别可能存在较高的重大错报风险的领域 初步识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账户余额 评价是否需要针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获取审计证据 识别被审计单位所处的行业财务报告要求和其他相关方面 最近发生的重大变化的 那我们在确定审计方向的时候 需要考虑以下的事项 第一个重要性方面 为计划目的确定重要性 为组成部分重要性和组成部分注册会计沟通 以及在审计过程中重新考虑重要性 识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账户余额 那么这重要性方面它强调的就是 在总体策略阶段一定要定 如果涉及到集团审计的话 也要把这块考虑进去 然后第二是重大挫暴风险 较高的审计领域 这也是我们的方向内容之一 我们在审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有重点的 我们不能是什么 不能雨露均沾呀 不能到处使的力气都一样 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精力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种高风险领域 雷区先圈出来 要好的审 要多分配审计资源 所以对于这种风险较高的审计领域 我们要作为一个重点的审计方向 第三评估的财务报表层次的 重大挫暴风险 对指导监督和符合的影响 我们要考虑一下 这种报表层的风险 会对我们后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四 向左人员的选择和工作的分工 包括重大挫暴风险较高的审计领域分配 具有适当经验的人员 好 这是我们相关的一个方向的内容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我们具体的审计计划 我们刚才把我们的总体策略讲完了 那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具体的计划了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具体的计划 具体计划比总体策略更加的详细 其内容包括为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及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项目组成员逆时施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那我们具体计划的核心是确定 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决策 我在前面给大家讲一张图的时候 就给大家强调过 我们的具体计划 实际上核心就是我们的审计程序 就是审计程序 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它的内容具体计划应当包括内容 以下几点 三点啊 这三点内容一定要记下 不过这三点内容其实很简单 都是审计程序吗 就像我们审计流程来的吗 第一个风险评估程序 第二个计划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有总体的方案和逆实施的具体的审计程序 第三计划实施的其他的审计程序 总之看到具体的审计计划 一定要条件反射 条件反射是什么呀 具体的计划就是审计程序 就是审计程序 和咱们总体策略不一样 总体策略呢是比较大的 就是方向是纲领 具体计划就是和程序相关 那我们把它记下 一评估 风险评估程序 第二进一步审计程序 第三其他程序 好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图来看一下 总体的策略呢 它是一个方向性的指导 是一个行动的纲领 指明我们的一些方向 安排一些重要的资源等等 而具体的审计划呢 它是具体的实施的细则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它就是跟我们审计程序密切相关 有风险评估程序 有进一步审计程序 有其他的程序 好这是我们总体策略和具体的计划 由于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的具体计划 就是和审计程序相关 因此呢 我们给大家把我们的审计程序要梳理一下 我们的风险评估程序 包括什么呢 会用到询问啦 分析啦 检查 观察 这是咱们的风险评估程序 接下来是进一步审计程序 那进一步审计程序呢 实际上就是风险的应对的程序 这是我们应对的时候呢 我们有总体的方案 有综合性方案 有实际方案 然后具体的程序 有控测试和实际程序 什么叫综合性方案呢 就是以控测试为主 然后加上我们的实际程序 而实际方案呢 是以实际程序为主的 而这点会在我们第七第八章 纵面讲解 现在灌个耳音就可以 那接下来是我们进一步审计程序 当中的具体的程序 做控测试和实际程序 好 这是我们的具体程序 那接着是其他的审计程序 其他的审计程序呢 就包含很多啦 生物舞弊啦 持续经营啦 法律法规啦 关联方啦等等 好 这是我们的审计程序 接着呢 我们来看 耳闻脚子 入目三分 总体的审计策略 和具体的计划之间 是什么关系 如何来表达 都含有哪些要素 这里注意 总体的策略 它是我们行动的 纲领主要方向性的指导 具体的计划呢 是具体的实际计则 具体的计划和审计程序 密切相关 那我们在计的时候 怎么计呢 一定记住 我们的具体计划 就是审计程序 你在做题的时候 一看到什么具体的程序 什么风险评估程序 什么进一步审计程序 什么其他审计程序 马上条件反射 那就是我们的什么 具体的计划 因为我们总体策略 它是行动的一个纲领呀 它都是什么 是我们的方向呀 以及目标啊 范围啊 是这样的内容 所以两只还是比较好区分的 第二 具体的审计计划 就是做程序对吗 具体包括哪三类 我们刚才说了 具体的计划 核心就是程序 程序 包括风险评估程序 进一步审计程序 和其他的程序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 审计过程中 对计划的更改 这点呢 一颗星熟悉 就是偶尔会考多选题 那熟悉呢 主要是考多选题的 我们前面给大家强调了 计划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是咱们的这个国策方针 一百年不变 一百年不动摇 而是根据情况 实时进行调整的 所以我们在做 审计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存在这种 需要对我们的审计划 进行修改 进行调整的这种情形 下面呢 我们来看总体的要求 计划审计工作 是一个持续的 不断修正的过程 贯穿整个审计业务的始终 这句话一定要记下 不要觉得计划审计工作 就在业务初期 初期的时候计划一下 后续就跟它没关系了 错误 它是一个动态的 是不断调整的 是观参始终的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 导致审计划更改的特别事项 你有哪些事项 会导致我们的更改呢 以下事项的修改 会直接导致修改审计划 也会导致对审计工作 做出事实的调整 我们来看哪些 第一 对重要性水平的修改 我们手上的尺子 刻度都改了 标准都改了 你说我们计划能不改吗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内容啊 它改了都会跟着变的呀 第二 对某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的 重大粗暴风险评估 原来我认为 这家单位的风险是重的 而后来 经过深入细致的了解调查 做完程序以后 我觉得 我觉得我原来 对它评估的太过乐观了 我现在把它调成 高风险级别了 那么原来我对应 可能做了50个程序 现在由于是高风险级别了 50个程序够吗 可能不够了 我需要做成80个程序 要增加30个程序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计划肯定要跟着改啊 不改进行啊 第三 对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更新和修改 一旦出现了更新和修改 那你的计划肯定要跟着调整 这里要注意下面一句话 一旦计划被更新和修改 就应当对审计工作进行相应的修正 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 记录做出的重大修改及其理由 这句话要背下来 要背下来 三 这是两颗心的必备必记啊 这和我们第六章 审计工作底稿的内容 密切相关的 那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教材 明确提出的观点就是 咱们的审计计划 可不像我们普通 做工作的时候那种计划 就在我们的初期做作就完了 后面就把计划撂到一边去了 对吧 挂在墙上给别人看了 自己执不执行不管了 我们实施审计程序 我们做了一项一项的审计的工作 绝对不是这样的 而是要实时的更新我们的计划 调整我们的计划 它是一个持续动态 不断修正的过程 而且贯穿始终 所以我们修改计划是非常正常的 假如我在1月1号进场的时候 制定的是一个计划 等到1月15号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新的信息 那我就要更改这个计划 那我1月1号的时候 要在我底稿中写我当时的计划 1月15号的时候 我要写我更改了哪些部分 等到2月3号的时候 我又得到了一些新的情报 哇 我们的情报网越来越广泛了 我们的这种组织越来越发达了 所以我收集到的信息越来越多了 那这时候要不要修改 又要修改 那修改了我在底稿中 又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注意 一定要在底稿当中 做出这样一个记录 要写出 我们为什么会做重大的修改 那它的理由是什么 都要记录下来 绝对不能说 你看我1月1号做的那个计划 已经过时了 已经落伍了 计划没有变好快 然后1月15号 我写了一新的计划 直接把1月1号的计划扔了 那扯出来 扔到一边去 不可以啊 然后1月15号的时候计划 但2月3号的时候又变了 我把1月15号的计划 又拿出来扔了 可以吗 不可以 一定都要记录 要记录 你为什么会做出重大修改 它的理由是什么 你要把这个痕迹体现出来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玩文字游戏 一错一魂 精准变析 第一 总体的审计策略 知道具体的计划 两者互相影响 这句话是对的啊 一定要记住 两者互相影响的 不能说 我总体策略 它往往是在我们具体计划 制定之前 它知道我们具体计划的制定 那就是它 总体策略影响具体计划 具体计划反过来 不影响策略 那就错了 一定是互相影响的 我们看错误的观点 具体计划通常不影响 总体策略 错了 一定影响 第二 具体审计计划的核心 是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 实际安排和范围的决策 这个说法是对的 我们具体的计划一定是和审计程序 密切相关的 什么风险的评估程序 进步审计程序 还有我们的其他程序 我们来看错误的说法 核心是确定审计的范围和审计的方案 这个错了 核心是确定我们审计程序的性实范 第三 计划审计工作是一个持续的不断修正的过程 这个说法是对的 一定注意 它是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修正的 错误的说法 计划审计工作仅在业务初期开展 错了 不是旨在初期开展 那制定审计划的工作 应当在实施进步审计程序前完成 这句话注意 它是有一定的迷惑性的 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看它怎么说的 制定审计计划的工作 应当在实施进步审计前完成 意思就是 我在做进步审计程序的时候 也就是咱们在做风险应对的时候 在这之前一定要把具体审计划工作完成了 意思就是我们做了具体审计计划之后 以及往后出审计报等等 都不需要再做计划了 对吗 所以这个观点和我们前面说的动态的一个过程 是相违背的 并不说我们等到要出审计报告了 就不需要修改计划了 错误 它是贯穿始终的 有可能在我们最后都要出报告了 我们还把计划修改了 又扩大了我们审计范围 又增加了一些程序 都是有可能的 因此这句话注意错了 这句话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 那第四 一旦计划被更新和修改 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 记录做出的重大修改及其理由 你修改了 你要把这块记录下来 不能啥都不管 不能把原来的那个计划抽出来扔了 就有可疑 那删除原有的工作底稿错误 然后可根据需要在底稿中记录 错误 不是可根据需要 是必须记录 是应当 因为我们在前面就给大家说了 学审计的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 应当和可以 一看到应当 你要注意啊 这是规定必须做的 不做 拍板子 那可以呢 可以就选择一地了 就会比较轻松了 这里要注意啊 不是可根据需要进行记录的 下面呢 我们来看 要文教字 中文三分 第一 为什么计划审计工作 是一个持续不断修正的过程 为什么贯穿整个审计用的始终 这里注意 那为了保证我们审计目标达成 为了更好的完成审计工作 我们肯定是要 环环相扣的做计划 而在最开始做计划的时候 你不可能了解到全部的信息 你也不可能把各个方面都 都准备得特别的全面 对吧 随着我们审计工作的不断的深入 我们了解信息会越来越多 然后碰到的一些问题 可能也会多 这时候我们根据新的情况 新的问题实时调整 这样就能够保证我们审计目标 一个最终的达成 所以它是一个持续的 不断修正的过程 它是管转始终的 那一旦计划被更新和修改 就应当在审计工作 底稿当中进行相应的修正 我们还要在底稿当中 记录做出重大修改机器流 为什么两处是应当换成可以行货 这里注意 它强调的是 如果你的计划修改了 更新了 那你配套的工作你要跟上 你不要两张皮 不要我这边计划制定的特别的漂亮 就挂在墙上 供人来参观的 看看我计划做得多么完美 对吧 就像是我们经常有一些学 每天在朋友圈打卡 我今天早晨六点钟起床 我又背了半个小时的神经 然后七点钟 我又做了一个小时的财款题 天天打卡 打得比谁都情 最后考试了下来 没有过关 为什么 因为只是走了个形式而已 没有真正的落地执行 没有真正的把该背的背 该记得记 该学的学 然后该理解的理解 那只是走了个形式而已 这样有用吗 没有用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计划 你跟新好修改了 你的行为 你的工作一定要跟上 不要两张皮 这是第一个应当的含义 第二个 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工作底稿当中 对这种重大的修改和理由 要做出记录呢 因为这个和我们刚才的第一点 其实是互相对应的 又和我们第六章 审计工作底稿的内容相对应 那我们的审计计划 它本身就是为了帮助我们 有效地达成我们的审计目标 对吧 所以根据情况不断地在更新和修改 既然更新和修改 是我们在做审计工作过程当中 必要的一个动作 所以修改是很正常的 它不是一种错误的情况 它是很正常的 那么你修改了 你就应该在底稿当中 把这个痕迹留下来 那这样呢 来体现我整个一个审计的过程 所以我们的审计工作底稿 对此也要做记录 好 这是我们的两点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练几道题 首先是2020年整体 下列有关计划 审计工作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A 在制定总体审计策略时 作策划理师应当考虑 初步也有活动的结果 大家说 我们在制定总体策略的时候 要不要考虑 初步也有活动的结果 肯定要考虑啊 因为初步也有活动 是我们双方第一次见面 然后互相打量对方 了解一些基本的信息 对吧 那我了解这基本的信息 我肯定要在 制定总体策略的时候 要把它考虑进去啊 否则我这个总体策略 有可能制定就偏了 B 注册会计师 制定的具体的审计划 应当包括 风险评估程序 计划实施的进步审计程序 和其他的审计程序 我在前面就给大家说 我们的具体审计划 一定是和程序密切相关的 三个程序 对吧 这个没问题 接着看C 注册会计师 在制定审计计划时 应当确定 对项目组成员的工作 经营符合的 性质 时间安排 和范围 这一块也是没问题的 我们的确 要确定这块 然后具体审计划 通常不影响 总体的审计策略 那这个错的就特别的离谱 对吧 我们前面一再强调 两者互相影响 具体的计划变了 你的总体策略 肯定要真的变呀 对吧 内容变了 你的大纲目变吗 那这个错了 因此这道题应该选的是 这道题整体还是比较容易选出来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题 二二年的整题 线利各项中 属于具体计划的事 那我们前面就给大家 教过一个小小的技巧 对吧 我们的总体策略和具体计划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具体计划一定是和 审计程序一切相关 那总体策略呢 就是其他七七八八的了 我们来看 签计也有约定书 这个具体计划有关吗 No 它不是程序 确定重要性水平 这个和具体计划有关吗 No 不是 然后确定 风险评估程序的性质时间排和范围 看程序出来了 所以马上就能扫出来了 C就是 然后确定审计资源的规划和调配 这个也不是 那我们选项C才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的具体计划 一定是和我们的审计程序密切相关 包括风险评估程序 计划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和其他的审计程序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 指导监督和复合 作策会计师应当就 项目组成员工作的指导 监督和复合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要制定计划 这里要注意 因为我们整个项目组 它是一个团队 那既然团队就像我们的五个手指头伸出来 这人员的素质有高有低 然后有的人经验丰富 有的人可能经验比较缺乏 有的人是老法师 有的人可能是小白 所以我们就需要做好这种指导监督和复合 那我们对项目组成员指导监督复合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有以下的影响因素 也就是说我到底应该知道到什么程度 我什么时间来指导监督复合 然后我这个范围有多大 我要考虑以下几点 根据不同单位的情况来具体考虑 那我们看这里有很多的考虑所 第一来看 第一 对审计单位的规模和复杂程度 如果说 现在我们去审计假公司 发现假公司的体量特别的大 然后应收入也很高 那这种情形 往往我们就要多知道多复合 因为意味着风险很大 对吧 第二是审计的领域 如果在审计过程当中 碰到的竟是疑难杂症 这种情形肯定要多知道 第三 评估的重大粗暴风险 如果风险越高 肯定要越多符合越多知道 第四 执行审计工作项目组成员的 专业素质和胜任能力 那就是看 我们这些项目团队人员 他到底是猪队友 还是神队友 如果是神队友的话 咱们就少知道复合一点 对吧 如果都是猪队友的话 哎呀 那就要费力了 就要多知道了 所以 这是我们考虑的四个因素 这四个因素呢 大家需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考试的时候 偶尔会考 多选题 那我们 把这一块的一 关键词给大家 稍微提炼一下 你看第一个是规模 规 复杂 然后领域 领 风险 风 然后成员 成 这样我们就提炼出一句口诀 叫贵妇领风尘 领风尘不好记 对不对 我们把它改成领风筝 好 你看 给大家配了一张比较有意思的图 这是我们中世纪的一个欧洲的贵妇 然后呢 他们排着队去领这个中国的漂亮的风筝 呀 这个风筝真漂亮呀 这就叫贵妇领风筝 把这四个因素啊 记下来 那么这个记的顺序呢 其实是从对方到我方 你看 被审计单位的规模 复杂程度 审计的领域 重大粗暴风险 其实都是指被审计单位的 那就是对方 最后一点才考虑我自己 我方 我们的成员的素质和能力如何 好 这样来经济的啊 那在这里呢 要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个底层逻辑 因为从我们第二章开始 就会出现大量的考虑因素 影响因素 那这个考虑因素和影响因素呢 是我们学审计同学最头疼的内容 经常有同学给我发私信 老师 你不要提了 那个第二章的神经因素 背不下来怎么办 还有同学跟我说 老师呢 第七第八章因素太多了怎么办 经常会有这样的私信 那这很正常 那首先我们要来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因素呢 因素是什么呀 其实因素是指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当中 总结和提炼出的 不同维度的核心关键点 都是从不同维度考虑的 你看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这里面我对我们的项目组成员 到底监督符合指导 到什么程度 什么时间指导 指导的暂未有多大 我要考虑4.5数对吧 我要考虑对方的情况 如规模复杂程度 如审计的领域 如重大挫暴风险 然后考虑我自己的情况 你看这是从对方的维度 我方的维度来考虑的 那对方的维度 我又从他的规模复杂程度 以及审计的领域 还有我们的重大挫暴风险 三个细的维度 又做了一个细分 对不对 你就可以发现 实际上就是 我们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面临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行业 这个现象 真的是纷纷扰扰 就像这张图一样的 像个万花筒一样的 但是这个万花筒 它背后是有些核心的规律的 是有些角度的 是有些核心的关键点的 所以这个考虑因素 实际上是核心关键点 那我这样说 你会感觉很空洞 对吗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假如说 你现在是你们公司的 HR 有同学一听 老老师 我是财务主管 我不是HR 你不可以代入一下吗 假如吗 对吧 你现在要招聘一名员工 如果是你 你会考虑什么呢 有同学说 我从来没做过招聘 我不懂 那现在你就把自己代入一下 其实如果你真是HR的话 那么HR的人力资源管理课程 当中专门有这款内容 你现在要招聘一位员工 你是不是要考虑他的 你是不是要考虑他的文凭 他什么学历 然后他的一个综合的素质 他的专业技能 你是不是要从这些方面 一个一个考虑 你看我刚才说的文凭 学历 专业数字 他的综合素质 专业技能 是不是四个方面了 对吧 你肯定从各个维度 来做一个筛选 然后这样才能筛选出来 符合你条件的员工 对吧 好 有同学说这个离我太远了 那我再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 如果你一阵方林二八 现在呢 面临四位交往的对象 哎呀 由于你貌美多惊啊 那这四位对象都来追求你 这时候你就犯难了 我到底应该选择谁呢 那么这有四位对象 他们分别是 经济实用难 还看着比较老实本分 各方面条件也还可以 好 这是第一位 第二是高富帅多金男 这位男士呢 又高又富又帅 第三位呢 是浪漫为难 第三位男士一来 就开始跟念诗 那动不动给你制造 各种小惊喜 送玫瑰花 然后呢 用气球给你做出一些 非常独特的形象 来讨你的欢心 那第四位呢 哎呀 这位是一位金融人士啊 在这个商务金融方面 是非常有潜力的 肯定是个潜力股 那你面对四位追求你的难事 你到底应该如何考虑呢 对不对 你是不是也要考 你是不是也要从各个方面综合考量 第一 这个人的人体如何 第二 他的性格如何 第三 他受的教育程度如何 他是哪个圈层的 他和你现有的情形 是否匹配 第四 他以后的发展潜力如何 第五 他和你交往的时候 是否比较舒服 比较自在 第六 他对你的在意程度如何 第七 很多女孩子可能会很在乎 这个人到底花不花心 我能不能hold得住 就像这个高富帅多金男 虽然他又高又富又帅 可是他身边可能是 一堆的花花草草呀 你忙得过来吗 你动不动去 应付这些花花草草 对不对 所以 这是不是你要考虑的 很多的方面呀 那你考虑这些方方面面 是不是就是咱们所说的 考虑因素呀 因此 这就和我们前面讲的 一对印象 实际上考虑因素 就是从分繁复杂的现象 当中所切除的一些核心 关键点 它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维度 体验出来 你要考虑的一些内容 好 那我们审计当中 有非常多的考虑因素 通过我们系统呢 来学习审计知识 尤其是只要你是用心的学习 特别是按照我教给大家的 学习方法 你看我动不动给大家提问 动不动入目三分 咬文嚼字 还动不动做了什么精准编析 你要是真正的深入思考 你要是真正的认认真正的去琢磨 然后去回味去消化去总结 你会发现你把审计学通了之后 你的思维也变得极其的严谨 会形成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 考虑的问题也会特别的全面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在审计的学习当中 不停的在强化这种能力 你看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在考虑对我们项目组成员 您监督知道符合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哪些因素 对吧 你看有评价对方的 有评价我方的 这是两个大的维度 评价大的维度之下 又有三个小的维度 评价对方 第一个 它的规模如何 复杂程度如何 规模大的 复杂的我要多复 小的那就 看看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重大挫暴风险 评估的情况如何 高风险你一定要多复合呀 要不然是出问题的 如果风险很低 你就少复合了 对不对 然后审计领域 如果是现在审计的 都是特别复杂的 什么新的出领准则 应用领域 金融工具的准则 利用的领域 那你一定要多复合 对吧 特别容易出问题 如果都是很常规的 那最常见的这种商贸业务 那你差不多复合一下 就可以了 对吗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不同的维度 那评价完对方 又来看自己 看这就是两大方面 四个维度 好 通过你不断的去考虑 我们的考虑因素 实际上是各个维度 那些关键点的提炼 你会发现 你看问题 会越来越全面 思考问题 也会越来越全面 严谨 细致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做道题 来检验一下 这是2019年的真题 在确定项目组 内部符合的性质 CMH和范围时 系列各项中 作策会计师 无需考虑的事 他问的是无需考虑啊 其实这道题很简单 你把我们刚才的贵妇领 分针记住了 这道题 基本上可以描写的 A 被审计单位的规模 规出来了 贵妇领分针的贵啊 项目组成员的 专业素质和胜任能力 成 对吧 出来了 然后评估的重大数据风险 封出来了 项目组 质量 管理符合人员的经验和能力 这个有吗 注意这个没有 再说了 项目 质量 管理符合人员的经验能力 不是我们项目组考虑的 因为这是事务所统一为派的 这应该是我们事务所的 项目质量管理部 领导考虑的问题 不是咱们项目组考虑的问题 所以应该选的是D 我们把贵妇领分之恩 记住了 这道题很快就能选出答案 好 我们这个知识点呢 全部选完了 我们一共是10个知识点 我们选完4个 进度条 又往前进咯 达到了40%咯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回顾 我们的审计计划呢 其实比较简单 有总体策略 具体计划 那我们来看 什么是总体策略呢 它是一个行动的纲领 是个大方向 它内容呢 有范围方向 审计资源目标 时间安排和沟通 性质这几块 它的作用是一个行动的纲领 它指导具体计划的制定 它通常是在具体计划 之前先定出来的 好 那与之相对的 就是我们具体的计划 具体的计划呢 它内容和程序密切相关 风险评估程序 进步审计程序和其他的程序 它的核心是 确定程序的性时范 性时限排和范围 然后第三 两者的关系 两者的关系 这一块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一块非常爱考客观题 两颗新的 一半考单选题比较多 总体指导具体 总体策略知道具体计划的制定 但反过来具体计划也会影响我们总体策略 两者是互相影响的 一定注意啊 两者是互相影响的 绝对不能说 我们具体计划不影响总体策略 那就大错特错了 接着我们还要注意 计划它并非一成不变的 它是根据情况 根据环境 根据我们获取的新的信息 都会发生一些变更 它是持续动态的 是贯穿 是终的 如果我们变动了 一定要做一个记录 对重大的变动和修改 要记录啊 然后第五个问题是指导监督符合 一共有四个因素 就是贵妇领分争 那么我们把关键点 再给大家拎一下 两者的关系 这块是两星级的 很爱很爱考课关题 而我们的总体策略 具体计划 更改计划 直到监督符合 都是一星级的 相对来说 考评没有两者关系的高 那我们这节课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